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些人在自行筛检之后发现确诊 但选择不上报 教授坦言 这些人数量不明 恐怕会成为引爆另一波疫情的炸弹 另外呢 没奉明提醒无症状确诊者 如果在隔离期间出现染病症状 隔离期需要重新开始 继续隔离10天 接下来有政坛新闻 西蒙三巨头金武受邀和首相伊斯麦沙比利见面 西蒙承诺 如果政府推出清明计划和有效的抗疫行动 西蒙可以确保政治情况降温 以便疫情受控 共产党首席安华表示 武统曾经说过 不要安华 不要行动党 但代表武统的伊斯麦如今却和这两者见面 显示在国家元首指示朝野要合作之后 武统也有所改变 至于首相日前提出让反对党加入国家复苏理事会 以及应对官兵特别委员会的邀请 终于得到回应 西蒙三党党魁今天发表连署文告指出 他们将会考虑这项献议 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两个单位真诚应对疫情和经济 同时要避免向政府提出的意见 只是得过且过或沦为橡皮盖章 西蒙也决定在近期内 让国会反对党领袖和所有反对党的党魁见面 邀请他们加入西蒙或和西蒙合作 不过呢 针对其他在野党是否有意跟西蒙合作 行动党的柔佛周伟吴承豪是充满怀疑的 他在脸书质问 斗士党扬言来接要上阵120个国席 民心党也说要吸毒支持母党 这些政党是否真有诚意和西蒙合作 还是为了制造多角战来打击西蒙 作为回归国盟条件的冒牌反对党 吴承豪也提醒一些西蒙议员 不要忘记自己在上期大选使用西蒙或公正党标志上阵 再得到党和人民的委托下胜出 才拥有今天的地位 好我们来换个焦点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之后 我过一些政治人物的评论引发诸多争论 例如早前 伊党国际事务和外交关系组的主任穆罕默卡利尔 在推特祝福塔利班掌权 结果被网民群起踏伐后紧急删文 来到今天他的父亲 也就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就在伊党喉舌网站哈拉卡为塔利班背书 表示如今的塔利班已经有所改变 特赦受美国影响的前政府官员 就是个例子 哈迪认为 塔利班已经从不成熟的学生组织 转变为一个深化伊斯兰法律 了解并研究当前局势和政治发展的领导层 他也指责是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塔利班早期的行径 以及传播假消息来诋毁伊斯兰 而会从整体上了解伊斯兰教义 还有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新一周的油价价格了 美工生RON95和柴油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另外呢 RON97则是下降二仙 至二零级七十二仙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你能够点赞分享出去我们的视频 祝你晚安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